美国报告曝光中共最怕触及的问题,9月12日,澳大利亚一名教授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说,如果澳大利亚能够反击中共CCP的干涉和影响,以此来捍卫其国家主权,那么美国和其他国家也可以这样做美媒。 近日发表长篇调查报告,不仅指出美国大学在中共问题上存在自我审查,更披露中共使用招数转移视线,用台湾、西藏等敏感问题来掩盖中共最为敏感问题,即曝光中共领导人所做的坏事,党是否配得上统治中国等问题,中共转移外界视线掩盖其最核心的敏感问题。 这篇在美国杂志新共和The No Republic上发表的调查性报告,是由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的资深研究员,记者费时 Isaac Stonefish在进行了大量采访和调查后所写费时发现,为了让任何对中共不利的观点晋升,稳固其统治北京,采取了一个转移视线的招数。 这个招只在将外界视线从中共最核心的敏感问题上转移出去,中共宣传机构会弄出一些话题,比如台湾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省进行大肆宣传,让很多人误认为这是中共最敏感的问题。 中共同时也已取消签证。 上有可能会冒犯到中国共及其14亿人口将会带来后果。 例子之一就是今年4月中共民航管理局向40多家外国航空公司发信,要求他们不要将中国、香港和台湾相提并论这封信。 规定,台湾必须被称为中国台湾或中国台湾地区地图上,必须将台湾和中国大陆用同样颜色标示。 否则他们将会面临惩罚一些美国航空公司屈服了。 美国政府谴责了中共将其政治观点强加于美国公民和私人公司的做法。 趁其是奥威尔士胡言乱与废时,认为北京决定采取行动的方式,时间及原因都不可预测,而且不均衡。 Unevenness导致个人与机构都过于谨慎。 结果反而使得中共的招数更有效桥制成大学Georgia University,卡塔尔分校的中国历史学家Max Oldman说,中共没有为我们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制定手册中共审查制度不透明,旨在让人最大限度地进行自我审查。 费时在介绍中共这一招数的第一步中还指出,中共希望美国学者将三批也就是台湾台湾问题,西藏的BET问题和天安门事件视为中共最敏感的问题费时在小分心战术的第二部分解释了中共这样做的目的而这一招数的第二部分更加复杂更加有害。 中共的战略是美国人一旦将三批固定为中国,中共的最敏感问题就会更有可能忽视什么,才真正是中共的最敏感问题。 曝光中共领导人所做的坏事批评,中共的具体政策鼓励,在中国大陆的其他政治组织,呼吁政权改变或建议中共不应该统治中国费时说在所有上述问题中。 最最敏感的就是提出建议中共及统治者因其无能,腐败或罪孽因此不配统治中国。 很多人都没有看到中共领导人和基层政治活动的相关问题,代表了中国共未来的存在问题,这些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研究中国外交政治的助理教授艾森麦·朱娃·埃森曼也认为中共的核心敏感问题是中国大陆由谁来统治它说,最重要的问题是谁掌控着地球上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控制着其广阔的资源。 西藏、台湾及其他所谓的敏感话题,都是外围的费时,引述了去年哈佛大学教授Gary Kinn-斯坦福大学助理教授Jennifer Apen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副教授Margaretty。 Robert所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这份名为中共当局如何编造社交媒体帖子转移公众注意力,不参与争论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共在庞大网络评论员五毛党队伍的帮助下,用亲共的宣传冲刷中国大陆网络研究发现, 中共政府每年编造和发布4.48亿个社交媒体帖子,五毛党替中共当局工作,当有批评党的声音出来,十五毛党,就会回应但不只是驳斥批评声音或为中共政策辩护,而是分散公众注意力,转移话题报告作者趁之为反向审查,这正好符合中共这一招数的价值将辩论从根本性问题,转移到微不足道的问题。 中共为何采取分散注意力,而不是直接反驳的策略报告作者之一Robert说,中共意识到政治就是控制话语权和制定议程,中共政客和政府官员,希望人们谈论对当局有利,的话题他们的算计很简单,如果他们反驳批评那只会扩大人们对这些事情的注意力,因此他们的策略就是,忽略批评转移注意力到其他话题上, 被中共列入黑名单学者反倒放下担心费时的研究还发现,一些人在被中共列入黑名单后,反而觉得自由轻松起来,他列举了号称中国通的林培瑞。 ParaLink 的例子林培瑞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宾分校校长特聘讲座教授,美国知名的汉学家,曾担任美国科学院中国办事出主任。 自1995年以来,他就被禁止再进入中国大陆,他曾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准,我进中国大陆原因,可能是我常常发言,撰稿支持中国大陆的人权运动。 又常批评中共当局,但是从没有一个中共官员明白地告诉我,我犯了什么错愉悦,那哪一条界线。 林培瑞说之前他总是在担心自我审查,但在上了黑名单后他不再担心了。 我实际上有什么空谔的 punching。 我实际上有些道理,他们也不太担心了。